8月18日 和大家聊這一分鐘是3時10個字 提早10分鐘討論 因為4時後要做兩個訪問 之後4時半要離開 因為5時要去到會展 今天分析師協會 有一個上市公司頒獎的議席 我一定要出席 所以提早一點和大家討論 11月份的事 到現在這一分鐘 雖然是一個先低後高形態 因為低位是7日23430點 高位暫時是17日24313 其實明顯看到 883點會上升波幅是比較窄的 要不穿頂 不穿頂就一定要淡底 但始終基於恆治 現在這一分鐘是跌離了24313點 相反來說 距離今個月的低位 23430點 是相差大概是100點左右 技術上來說 是招著底部來走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市 都可能會有機會 再次低一點 不出席 第一就是恆治已經跌穿100天線 亦跌穿了50片平均移動線 西頭是比較反覆 當然不預期大市會大跌 但在一個不明的形態當中 10個牛皮是9個淡 10個淡是9個淡 10個淡是9個淡 不是下跌多 一點都是下跌 如果指數真的跌穿了23430點 整個11月又再一次回落先高後低的形態 我不管高位是哪裏 低位是哪裏 8883點的波幅肯定是小的 如果24313點 確認為今個月的低位 今個月的高位 24313 如果確認為今個月的高位 更低的市數 可能仍會在後面 但始終是一個月的波幅形態 沒有特別的提示 再說 下星期四是今個月的期指結算日 下星期三的期指轉倉的高峰日 即是下星期二 下星期一 這星期五 星期四 星期三 這五個交易天 很淡增持會比較激烈 會否再咬腰而上 其實來說 不敢說完全沒有機會 不過第一個 首要的條件 恆生指數 一定要回到50天線上 這是最基本的 如果你持續在50天線下走 老老實實 市底的機會是多於一切 雖然是這樣 唯有等到市場 走慢一點 或者低一點 到十二分才再來 這兩天 胡廣東正式啟動 但市場的反應 是很一般的 事實上來說 跟早前覺得 一一一一開動的時間 會氣氛很刺激 其實都不是那回事 大家都相對比較保守 這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A股 由10月27日的低位 2280點 升到11月11日的高位 2509點 其實在短短11日之內 A股上證指數 已經是升了229點 整個百分之 之後有少少整股 有甚麼出事 這一兩天 上證指數也跌穿了前年的高位 2478點 現在看看去年的高位 2444點 防守性到底是怎樣 至於廣估 10月的低位 是3日的 22565點 有一條氣 抽路上11月3日的24133點 才再回頭 即是在佔中事件 一路變壞的情況下 市況是一路向上升的 在湖廣東政策延期之下 市一路都向上升 最後到全個月的最高位來收市 即是由頭夾到尾 好了 升在前 到真是湖廣東正式啟動的時間 始終都需要稍微消化一下 所以現在這一分鐘 是處於一個技術上的 聲後調整之中 無論怎樣也好 市況稍微消化 不是一件太壞的事情 至於湖廣東帶來的反應 不是那麼明顯的話 應該都可以理解 因為兩地股市升在前 投資者現在很老實說 真的很成熟 如果你跌到差不多 不排除 他們的資金又會再湧入你 高位他們就不會追 總之這一分鐘 兩地的投資者的心態 比2007年那次所謂的直通 是成熟得很多 如果這樣 在一個比較理性的環境之下 這樣慢慢走 其實市場更耐煩很多 不知道你可否同意 來 啊 啊 啊 有些人 有些人 不可不可 有些人